再看的是慈濟马来西亚分会欢度22周年庆 庆祝晚会 穿着传统服饰 他们代表马来西亚三大民族 印度人 马来人 以及华人 他们也是慈濟制业体的医护人员 庆祝慈濟马来西亚分会22周年 槟城洗肾中心首次举办大型活动 曾有亲身念头的甚友 感谢志工的用心陪伴 22个年头 四季四大职业在马来西亚 蓬勃发展 最初回台寻根的18位成员 由一而生无量 志工遍布全国14周 洒下爱的种子 它不是靠金钱可以买到的 它是靠大家的心 还有商人的法脉 所有的同仁 他们都适合附写地来完成 其实让我看到很感动 而且这个时间其实是很紧凑的 撼动人心的鼓声 从舞台后方的建筑传来 成员来自洗肾中心的甚友与其家属 跟着志工 慈青利用活动前加紧排练 目前幕后从早到晚把握时间练习 唱这样的歌呢 这个要很投入 要很深入 来去表明出我们的感情 这个位置就是你们的位置 突然的飘雨 拿着伞继续留在现场陪练 超过200位置业体人员的演出 感恩过去也展望未来 大一新闻马来西亚报导